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 阴摇人 暴哭成为全台知名人物的屏东县议员讲乐会 今天凌晨搭车到台北上电视 网红笑影一时难以平息 屏东县政府今天 二时 上午也正式开记者会 说明公永路拓宽案 希望为这场风暴止血 屏东县政府今天由秘书长邱黄赵崇 发言人黄建佳 公务处长杨庆哲 城乡处长张贵凤 地政处长李吉红共同对外说明 邱黄赵崇表示 行政院于92年合定通过 屏东潮州铁路高架化建设计划 96年修正全线高架化 地方与中央共同联合推动 邱黄赵崇还说 99年开始办理都市计划变更 为了屏东市长远发展驻想 屏东火车站周边道路系统 特别阵密规划 至少都是12米以上 而该案都市计划变更历经多次审议 公告实施后部分地主也非常配合 县府在106年顺利取得部分土地及建物 公务处及据此进行相关拆迁作业 评县府发言人黄建家也强调 变更都市计划审议过程 历经21次会议讨论及专家学者把关 至104年10月公告实施 去年8月县府公告拆除后 及持续与住户沟通 7月16日是针对同一户部分执行拆除 绝无凌晨墙拆民宅 至于外界质疑该案经费3.4亿元 黄建家也说明 该案经费原本为1.8亿元 因住户不断陈情 县府感谢住户牺牲配合都市计划发展 特别召开地价评议委员会审查 追加至3.4亿元 其中工程款仅占2000万元 3.2亿元全部都是土地征收集21户地上物的补偿金 高于该区域平均市价 且过程都经现议会审查通过 公务处长杨庆哲指出 7月16日是针对已受灵补偿金的同一户执行建筑拆除工程 并非强拆民宅 而当天凌晨5点集合相关工作人员是为了前置准备作业 包括维持道路交通 准备断水断电避免施工危险等 预计实际拆除时间是8点30分 针对外界质疑公用路为何不就现有道路拖宽 城乡处长张贵凤表示 目前民众通行的是铁工局的施工临时道路 距离高架铁路太近 若一元就有的公用路则需两侧均等拖宽 影响层面更大 在评估安全性及道路垂直方证等因素后 经内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与学者充分讨论后 则最优道路险形与道路安全 顺超度决议通过该案 目前公用路上于7户未同意户 县府发言人黄建霞表示 县府会持续和住户沟通说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